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Mina,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济和注册会计师 今天呢,让我们化身为一只鸟儿,飞在天上服饰来看一下在尔湾著名的花果山 花果山呢,英文叫做Ultra Hughes,顾名思义,有花有果 它呢,位于尔湾的最北部,在5号公路的北边,以及241的南边 花果山呢,四周都是郁郁葱葱的牛油果树,绿化十分的好 最早呢,为尔湾公司于2005年左右建设的 那么花果山里面很多子小区,分为两大区域,The Groves和The Reserves 先来说一下Reserve,那么Reserve呢,是比较新的一个区域 它呢,由尔湾公司下属的住宅开发商,Airvine Pacific建议的 那么新房呢,基本都是独立物 很多呢,还能看到连绵的山景,还有城市灯火的美景 目前呢,在Reserve,有六个子小区有新房出售 分别是Revelo, Vivo, Verdi, Lego, Como和Terra 那么这六个子小区呢,Mina大部分都有拍摄视频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咨询 它们的面积呢,是在1800尺到3470尺之间 那么价钱呢,在100万美金到200万美金之间 另外呢,The Grove,则是非常高端,多房豪华的独立物户型 Grove这一个社区呢,建立的也比较早 所以它的环境、树木都是非常成熟的 社区也很成熟 这一片的房屋面积呢,都比较大,在2500尺到5500尺之间 价格呢,在100万美元到250万美元之间 目前正在热卖的子小区呢,有Virena, Padua 以及Palermo等等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片空地呢,就是Taylor Marson的Palermo的一个小区 那箭头所指呢,就是样板房 这边呢,有三个户型 分别从2700尺到3400尺不等 价钱呢,是从139万美金起 可谓是性价比非常的高 那么右边呢,那一些呢,就是为现在正在盖的房子 为数不多哦 现在我们参观的呢,是Grove小区的高级会所 这个会所呢,离Palermo的心盘非常非常的近 那么这个会所呢,也是类似于度假村级别的哈 点缀在风景如画的小区中,看起来也是非常舒适的 会所之外呢,还有游泳池,水流中心,儿童游乐区,烧烤区 以及篮球场,网球场,排球场,足球场,等等的娱乐和运动设施 所以小区里的每个成员呢,都能在小区里尽享大自然的恩赐 这样可以看到呢,Ultra Hill小区的配套设施非常的完善 环抱小区呢,还有多条风景优美的小路 可以直通小区背后的落马山脊,登高万远 是整个小区呢,还有周围的城市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 不仅如此,Ultra Hill小区的购物和交通也都是十分便捷的 小区的门口呢,就是Ultra Hill的购物中心 里面有超市,加油站,幼儿园,银行,餐厅,咖啡馆,健身房 药店,牙医,眼睛店,还有干洗店等等 必备的生活设施,应有尽有 那么Ultra Hill小区呢,离它的学校也都是非常近的 小学和初中一般都是步行可达的距离 高中呢,也都是不是很远的,一般呢,在一英里左右 可以说是非常适合各种大中小类型的家庭居住 那么这边投资增值的潜力也是不错的 物业费呢,一般在200多美金每个月 地税呢,也不高,一般是1.4%左右 那么在新区呢,这边的地税还算是不错的 当然了,最让Ultra Hill引以为豪的呢 就是它著名的牛油果树 听说呢,有超过10万棵的牛油果树种在这边呢 那么这么多的树是谁种的呢 答案就是二湾公司 在几十年前呢,二湾公司就已经在这边种好了这么多牛油果树 牛油果呢,也是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 可以用在很多饮食之中 哎呀,怎么说着说着就说跑题了呢 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今天这个视频的角度非常的特别 希望大家呢,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一些角度和镜头 那么我是Mina,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 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